航班的777大家都在看到的是呢 其实当时搜救范围已经扩大到这么大的情况之下 如果真的在印度洋的上空 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个水深非常的深 是3000多公尺 真的如果在海平面上的话 真的像巫师所说 不是在空中飞就是在海里的话 现在的确是找不到任何的迹象 也因此说如果呢 它继续的在这边盘旋 似乎雷达是完全没有办法起作用的 夏伟哥 的确因为任何一个陆基雷达 其实它都有一个范围 比如说今天我们一般人用的这种航管雷达 或者说驱管雷达等等 它的有效距离大概差不多是一个500公里左右的雷达 500公里有效距离500公里的雷达 已经是很大很长很长的这个范围的这个雷达 除非说你这个国家有钱到 像我们台湾去在那个热山顶上 装了一个叫长城预警雷达 你可以看到熊熊4000多公里以外的这个空中动态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除此之外 一般我们刚刚讲到一般的这种雷达的距离 大概差不多500公里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你看如果说今天你今天我们这个地图上里面来看 你印度或者说缅甸这些国家来讲 它最后它那个飞机飞的时候 你比如说飞到那个地图上那个 我们看到地图上这个第三点 那个地方其实基本上来说 就已经差不多快要离开陆基的这些雷达所侦测的范围了 也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就是今天我们的飞机如果 譬如说我们从台北直飞美国 其实中间有一大段的距离 雷达是看不到你的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靠那个飞行员自主的 它在每个那个抢势报告点 然后跟相关的航管联络 对 回报 人家才知道你在哪里 其实大家不要把雷达看得那么的神奇 对 它是有探测距离的 而且像一般人 假设我们说500公里的这个有效距离的雷达 大概其实它电波虽然能够跑1000公里 但是它超过的部分它电波回来 你这个原来雷达发射的接受器是接受不到的 所以你其实还是等一样没有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从这个三点 如果它开始往朝向西南 也就是说它会有很长一段路 在全世界没有一个雷达 看得到它的这个情况下 它飞到印度洋的这个中央 然后最后那个油料号进坠入海中 这个可能性还真的是有 而且一旦如此的话 其实往往就会造成后面的这个搜救来讲 会非常困难 因为真的你已经不是大海捞针 你是地球去捞针 而且捞不到这个针在 连这个针掉在哪里都还不知道 这一次的事件呢 大家目前都朝向着 有可能劫机吗的事件来解读 但是呢 如果政治的纷扰 的确存在在马来西亚之内的话 好像真的有可能 因为过去在台湾的华航 也曾经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对 没有错 这个华航第一次被劫机到对岸的中国 发生在1986年的5月 那是一位台湾的空难英雄劫的机 那叫王錫绝 为什么叫做他的这个 等于说台湾的空战英雄了 这王錫绝本身呢 在军队里面的时候呢 他是空军 曾经驾驶U2 我们都知道黑猫中队最近这几年 黑蝙蝠中队 黑猫中队的很有名嘛 对 那U2呢 是美国人给的这个侦察机 飞到非常高的高空 然后进到中国那边进行空拍拍照 那么事实上王錫绝第一次飞U2的那一天 发生了一件事 另外一台U2被中共的飞机给打掉 所以那一天等于说大家就很担心王錫绝的安全 因为刚好发生这个被打飞弹击落事件 那王錫绝第一天就见了大功 为什么呢 他是我们我国空军第一个拍到 拍到在中国的五湖机场 有9架米格21机被他拍到 被U2证实米格21机确实有 而且就在五湖机场 他一口气拍到9架 然后在上海附近的这个定海附近 也拍到中共的这个潜艇的这个照片 因为U2他上面的高空侦察照相 非常非常的清晰就对了 所以他在军队里面曾经因为这样被表扬 你自己本身是一个空军英雄就对了 可是他到了华航了以后呢 因为他自己本身认为他自己郁郁不得志 还有一些经济问题 还有一些等于公司的问题 他认为自己受到的打压 那么在1986年五月他发生什么事 他驾驶的其实是华航747的 破云747的货机他是从新加坡的张云机场起飞以后 到了曼谷 然后到了香港起责机场 返回桃园就对了 返回台湾就对了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把飞机直接开到 从香港这个起责机场起飞要往台北 直接开到广州的白云机场 那这个时候呢 他先叫他的等于说 其中一个机械员啊 去拿一些水果来吃啊 去拿一些饮料水果来吃 把它支开 支开了以后呢 就以他收到公司命令 说要做一个夹的演习 我也有用一个拇指铐 拇指铐就是把你拇指铐起来 对不对啊 然后像手铐一样啊 把他的副机长呢 铐起来了 然后呢 再拿出他们的破坏力斧 就是斧头 他们里面有个斧头 本来用意是 必要的时候要破坏一些用品啊 还是打开窗户之类的 还是搏斗之类的啦 他就拿了这个斧头 然后呢 就威胁副机长 这时候不是机械员拿着 那个水果来进来了吗 吓了一大跳 机械员还跟他搏斗哦 很勇敢跟他搏斗 然后后来是副机长发现这不对 这样的话 大家都会同归于尽 对不对啊 所以后来啊 被迫 被迫驱从 让他把飞机开到广州白云机场去了 讲到截机过去呢 观众朋友听到滑航的事件之外 还有包含了最近上个月 您有印象吗 这是一所批亚航空公司 当时呢 这一架航空公司的航班呢 遭到挟持 其实呢 会来就证实了 这是副机长所为 其实这一架航空呢 当时呢 其实预定的要降落在 意大利罗马的同时呢 后来呢 遭到截持之后呢 最后是来到了 瑞士的日内瓦 他声称呢 是因为呢 怕在E-Sophia遭到迫害 所以他要去 日内瓦来申请保护 当然观众朋友 你看到说 可能跟历史啊 政治背景 或者都有关的同时 会不会是跟 政机长或副机长的 心理素质 有很大的关系呢 眼睛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是 机长你可能过去 在飞的同时 会不会怕遇到 这种可能心理状况 或者说很难沟通的同事 会觉得有点紧张 这是事实的哦 因为其实要当一个 民航飞行员 他必须要经过一些 体检 成体格检查 那这体格检查 其实有一部分 是心理检查的部分 就是说在 就是每一个 台湾有个航医中心 他会去 评估你的心理素质 然后把一个报告 给航空公司 让航空公司来决定 是不是用雇用你 好 当时你通过这个测验 是几分 这没有 就是我知道我通过啦 就这样 只能这样评估 但其中其实有包括一个 其实我要讲就是说 实际上这两年 我们其实 遇到这种事情 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台湾也曾经发生过 飞行员自杀的事件 但它并不是发生在天空中 是有一位 某个航空公司的一个副驾驶 那他呢 因为感情的因素 他在飞机降落以后 他就开了车 自己去接管 但是后来 索性他并没有死 可是他的体检症也失去了 因为如果你有自杀倾向 对 你可能心理素质 就不稳定了 是这样子 那我们要想 其实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 有一些人可能受到一点挫折 考试考80分 或者是被一个女朋友丢 他就不能接受 他就可能就马上去自杀 但是有些人像我的话 就很多挫折 但并没有代表 我就要去结束我的生命 但是就是说 在这个最近在两三年来讲 我们不管很多国家很流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测验 叫维也纳心理测验 它其中有一个叫 就是所谓的自杀的风险评估 但是给很多的一些 很重要的官 很重要的职位 譬如说像是民航机师 像是那个核电厂的操作人员 这些人不能有自杀 就很 就一定要让他知道 就是说这些人不能有自杀的情况 那他问题会怎么问呢 因为如果你大白白的这种纸 就写着问我 我当然说不会啊 对 那我说法来讲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并没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有人自杀了 然后我这个心理测验 没有通过的统计 因为这个很难做出来 对 倒是说有一些 就是说年轻的飞行学员 在平常大家观察的时候 大家认为他是不是很和群 或者他的飞行 有时候 可是在这个心理测验 就能够很精确地找出来 这是我觉得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心理学的发展 是可以 这是在进一步预防 但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航空公司必须要去主动地管理 这个整个的飞行员 他的一些素质 他的管理要去改进他的管理 譬如说 他了解他的飞行员的生活 他的感情感因素 家庭的因素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其实从飞安的记录 却也看得出 这公司管理好或不好 可能是真的有连结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了整起的事件 然后也探究原因之后呢 夏伟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也有人说 这次的行动 可能跟军方特意隐匿 某部分的事件有关 当然有人说 美国从中也许有角力 因为呢 他早就在这边部署了 天罗地网 大家都说 什么事情逃不过他的法眼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都非常的安静 但是其实你说在整个空中来讲 就是说你飞机 如何跟地面联络 譬如说你看 他有那个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到 巡达器 那另外他飞机本身 也会有发报系 像A-Cars 对 另外其实除此之外 现在科技在逐渐进步 也还有正在逐渐研发 一种更新的一种 飞机的广报系统 叫ATS-B这个系统 那当然这些系统 好 马国这个国家也很好玩 他买飞机 那个装备上面都装得很阳春 像例如说 那个这架飞机上面来说 它那个A-Cars有 但是它的A-Cars 这个功能可能又没有那么齐备 所以它变成说是 现在最后抓到它的位置 现在是Emaset 就是那个国际海事卫星 才抓到它 但你说 一个飞机飞在空中 你说我们真的有办法 能够全程用卫星这样监控 目前来说 的确 在事发之后 我记得大概在3月12 13号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大陆 那个国防科工局 对不对 曾经公布了一张照片 说拍到疑似 就马航的这个厂 在南州国海 但是是疑似 对 那时候其实当然美国很高兴 原来搞了半天 你们中国大陆卫星的能耐 到这样 对不对 那这种大国底下的这种角力 的确是有的 但对于现在 你说看到美国跟 美国在这个区域里面 你说它一直很安静 我是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在哪里呢 就是美国我相信它 借由就是说它飞机上 就是说传回了这些讯号 因为这个马航这个机师 他真的就不能 或者不是机师 或者是别人 但是就是执行这次 这个飞行任务这个人 让他整个偏航到迷航 这段这个任务这个人 他本身绝对是非常高明的机师 因为他不但关了那个 Transponder 又关了A-Cars 当然最后他还是 没有办法关掉时后 他得要关的东西 所以之后还是有些 蛛丝马迹跑出来了 那对美国来说 他其实也不太希望 就是说全世界都知道 原来他还有这么多 追踪飞机的方法 当然这些追踪飞机的方法 很多都是为了安全而设计的 但是以目前来说 现在中国大陆是 调了不少卫星 他让那个卫星 到那个南中国的上空去找 那现在我相信 中国大陆可能在调动 他的卫星到那个 印度洋上空 他可能失事的去找 但是在事发当时来说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 飞机一旦飞离了 陆基雷达的监控范围 你飞机的位置的回报 只有靠我们刚刚 飞机上面的A-Class 传递他的位置的讯息 另外也只有靠 那个什么 飞行员他的主动报告 他会在那个Waypoint上 会有些所谓的 强制报告点 他飞到那个点 他一定要跟相关的 驱管单位报告 他的当时的飞行的位置 但是如果现在这样子 一个蓄意的行为 这个机长 他后面 这个执行的 这个飞行这个人 他后面这些事情 全部不会做 所以飞机就是完全 陷入在一个迷航的状态 那对于美国来说 他今天就算 他要能够抓到这架飞机 像比如说 E-Marset有抓到 但是他本身那时候 E-Marset在那上面 只有一颗 他你要任何 像比如说 我们抓GPS的讯号 其实我们开车 用那个GPS的定位 至少是抓到天空 那个上面 三到五颗卫星 去就用那个三角定位 去解算出来 你的这个 所以相对会比较准确 对 会真位置 所以现在来说 你要能够抓到 它的精确位置的话 其实是很难的 那当然美国我相信 他现在也是这个 非常努力的 把他的基建 派到这个印度洋的上面 可能去经过的地方 因为他必须要做 先删除嘛 比如说他可能先 从周边的这些 国家的陆基雷达 这个雷达当时的 飞行的记录来看 去找确定 有没有在陆地上 没有 那就要把从这些 那个所有雷达 所能够涵盖的 那个就是 的那个空缺 空缺缺角的地方 去开始去找 然后把它化为 可能需要搜索区 那这些地方 也要慢慢去搜 但是我个人看 如果这个事情是 马国当时那个人 很有蓄意的作为 就是故意要让 马国政府 或甚至马航 极度难堪 或者极度难堪的话 对 如果他是一个 政治狂热分子 他要让那个政府 跟他的公司 极度难堪的话 他很有可能就把 飞机飞到印度洋中间 然后这有油料用光了 然后飞机就掉下去了 在那个情况下 你要找到他说真的 难度会非常非常非常地高 就算呢 不是说可以隐瞒资讯 但是呢 大家如果不能用科学 来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人就会求助 超自然的力量 也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呢 这种外星人事件 在美国发生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开始说 言之嘲嘲说 真的有照片 或是怎么样 但是呢 目前为止呢 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的政府做了一件事情 他们请出了巫师 当时巫师的预言是说 不是在空中飞 就是在海里头 但是目前为止 这样的言论 也没有办法被证实 有人说 其实巫师 不是说真的没有根据的 对 没有错 这个为什么 我们再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巫师在国际机场 马来西亚国际机场 闹了我们号称叫国际笑话 后来还恼羞成怒说 如果再继续闹下去 不排除把巫师给逮捕 因为丢脸丢大了等等 那么事实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那个画面 巫师拿两根管子 有没有 在那边看 不是以管亏天 他是在看什么 他是在看飞机 找飞机 找飞机 他在找飞机 他在找飞机 对不对 找了半天 他说 因为他看了以后眼睛很累 有点流眼泪 然后他觉得这个飞机上的人 凶多吉少 事实上是不用巫师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一个礼拜 二十几个国家 上百艘的船舰跟飞机 尤其是C13栋的战机 那个运输机 在南海上 用望远镜看的那些人 听说看到眼压过高 每个都想吐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海平面会反射 对不对 你必须看得很清楚 一看几个小时 那不用巫师这样 用管子找了 但那些人找的都比你痛苦 可问题是 他这样找的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其实是一种无奈 什么叫无奈呢 马来西亚说 在不违背伊斯兰教义的情况下 允许神秘的宗教势力来介入 为什么这样讲呢 巫师就是一种神秘的宗教势力 巫师在马来西亚里面 其实蛮有 他蛮崇高的地位 所以后来我们这位 那个等于说首席巫师 后来翻脸了 翻脸他 全世界各地 所有的媒体都在耻笑他 网友在耻笑他 后来他翻脸了说 你们谁敢跳出来跟我单挑 他不是说 我可以预测我的东西 准不准飞机在哪里 什么时候服寸 他说谁敢跟我单挑 我身体很好 对不对 把所有武器放下 我们两个单挑 看谁打得赢谁就对 恼羞成怒就对 事实上除了这个巫师之外 另外一位 我觉得最近 现在也是蛮危险 为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上礼拜在东南亚 有一位 寂攻佛佛上身那一位 他说在七天 第七天飞机就会看到 否则可以放火烧他的等于说神态 不一样嘛 我没跟你骗 你最好的家里 外面都没有那个什么 所有的那个灭火的东西都准备好 你知道吗 已经地狗港了啦 大家还没看到 你是不是喝烧酒水啦 对不对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就是不信苍生 信鬼神的原因 就是因为没法 找不到嘛 没有办法 那马来西亚这个国家 为什么你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做这个奇怪的动作 其实你要了解马来西亚的过去 这个国家以前是蛮悲惨的 为什么呢 他被葡萄牙 跟台湾蛮像的 被葡萄牙跟荷兰 还被这个日本 他中间还有个英国 然后还被葡萄牙 荷兰 日本都殖民过 我们是西班牙嘛 对不对 西班牙 荷兰 然后这个日本都殖民过台湾 他也是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 他终于脱离英国的殖民地 所以独立了 所以包括我们说 沙劳越沙巴 然后马来半岛 其实之前还有个新加坡 后来因为跟新加坡闹的 那个李光耀闹得不太愉快 所以新加坡独立了嘛 那事实上 截至目前为止 马来西亚最有钱的人 集中在 那人数大概只有26% 27%的华人身上 那马来西亚的华人 其实比例一直在降 以前40% 后来26% 27% 为什么呢 他对华人 其实没有那么友善 为什么 他50%以上是马来人 当时新加坡会脱离 也是因为 他们强调 马来西亚就是以 马来人文化为主的国家 所以呢 他的国家的最主要的官方的语言 是马来语 不是英语 英语是第二官方语言而已 那他的教育 都是以马来文化为主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华人 华人你知道 华侨很会赚钱 很会吃苦耐劳 对不对 探金这集 可是住的地方 几乎都是以 吉隆坡这些都市为主 然后呢 大马呢 所谓的 我们常讲到大马大马 现在当然美食很OK 提到他电影里面 杨子琼还是007度 开到双子星大楼 对不对 那很OK 那他因为他又有这个石油 又有天然气 好像都很OK 可是你要知道 马来西亚分两部分 我们现在讲的大马 对不对 马来半岛 跟所谓的沙劳越沙巴 其实是分开的 在很多的马来人的心目中呢 大概沙劳越跟沙巴 形同是他们的殖民地一样 所以到马来西亚 最近这些年来 很多人在古怪 去买家 去买家 事实上 很多事情 你要深思熟虑的考虑 或者是说 要以所谓的都市的地方为主 治安的地方 比较良好的地方为主 一直到2011年 现在的首相 才放宽对华文报纸的控制 才有好一点的 所谓言论自由啊 所以呢 你要知道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 你看 即便在去年 都已经到了2013了 对不对 我们还会发生在 马来西亚的度假村 被人家海盗 菲律宾的海盗 来直接开枪射杀 来直接把人 辱走的这种事情 所以马来西亚本身 观光美食是OK的 但是仅限于 它的都会居 其实大家呢 这么多的揣测 现在也有出现了 另外一种新的说法 叫做云端结姬 真的有可能吗 稍后来讨论 那么 他们有一次 轻微的 就正常 第10gov